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有沒有開始之前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你把這支影片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接下來就讓我們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們今天要聊到的是12月份的星座運勢 先來看一下這個12月份有哪些比較重要的天象 第一個比較重要的天象是日泉石 這個日泉石的天象其實在台灣是看不到的 所以大家可能會在一些外電報道上 會看到有日泉石的情況 大概就是在12月4號前後的這段時間 第二個星象是在12月3號 還王星的將會恢復瞬息 那第三個星象是這個月裡面比較大一點的星象 就是在12月的19號一直到明年 1月的29號會有金星逆行的一個狀況 那這次的金星逆行是發生在摩蝶座 從占星樹的角度上來說有可能 在這段時間會發生一些 比如說比較大型的金融機構或者是比較大型的一些國家呢 會有金融問題的一個發生 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星象轉換 12月的上半個月跟下半個月呢 有些星座的運勢 會上下差異非常的多喔 所以也會讓你感覺到這個12月份 是一個轉變比較多一點的月份 最後呢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呢 我的podcast已經上線了喔 那年度運勢跟每月運勢呢 其實會慢慢的上交到我的podcast上 那大家也可以從podcast這個部分呢 來聽到我的星座運勢解析喔 那我這個頻道呢 其實已經經營了很多年了 那也歡迎大家抖內支持我呢 繼續做好這個頻道 如果你想要支持我 那底下說明欄呢 有一個抖內的連結喔 大家可以點進去 歡迎大家多給這個頻道一些支持囉 好的 大家請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還有太陽星座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的 接下來這個月裡頭 你會有怎樣的運勢嗎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桃花運的部分 那對於社會組的朋友們來說 這個月裡頭呢 桃花人員是相對比較淡薄的一個月喔 好桃花其實不多啦 那也不太容易遇到什麼爛桃花喔 只是會讓社會組的 你覺得這個月是比較無聊一點 那這個月裡頭呢 好桃花和爛桃花呢 還是會零星出現的喔 我會在一週運勢的時候 提醒社手座的朋友們 記得要去看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 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那對於社會組的朋友們來說呢 前半個月其實在感情還有婚姻相處上 大概是比較中等平穩一點的喔 但是從12月14號一直到12月31號這段時間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間的溝通就 不太好 主要是因為社會組的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因為心向的影響喔 講話會越來越直接越來越打炮 越來越口不擇掩 很容易呢去刺傷到你另外一半的心 不是你的另外一半太玻璃心喔 是你講話真的太超酷了一點喔 所以社會組的你其實在跟另外一半說話的時候 真的要先想一下 有些話不能講的真的不要講 而且如果你在生氣的時候 不開心的時候 講話會特別的凶慘 很容易傷害到對方 在跟另外一半說話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保持的勁和理性喔 在這段時間因為心向的影響 而社所做的你呢 在性能力方面其實還蠻不錯的 所以在這段時間 你和另外一半在床上運動的品質 是還蠻好的喔 那我當然是建議社會組的朋友們 在這段時間當中呢 就是少說話多上床啦 就會讓你們之間的感情和婚姻互動 更加的良好喔 那這個月裡頭在家庭方面 有一件事情要特別小心喔 在12月7號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 你和家裡面的長輩呢 是比較容易因為一些誤會而起衝突 會有不開心的情況發生 那這種情況下 當然就是盡快的把一些誤會 給解釋清楚呢 就能夠化解這些不愉快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韻的部分 對金有座的朋友們來說呢 前半個月裡頭桃花韻是相當良好的喔 但是後半個月爛桃花很多要特別小心篩選喔 在12月1號到12月15號這段時間呢 是這個月裡頭好桃花最容易出現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金有座呢你有機會認識真愛等級的好對象 如果呢你是使用交流軟體 或參加網路奢情的話 更容易認識到好對象喔 那有一些金有座的朋友們呢 在這段時間裡頭是會被主動追求 或者是會被告白的喔 那如果金有座的你呢 還蠻喜歡這個對象的話 記得好好把揮機會喔 在這個月裡頭呢 12月1號到12月17號 就是大概前半個月的時間 也是會出現爛桃花的喔 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出現爛桃花對象多半都是 可能會有暴力傾向 或者是情緒比較容易失控的這種人喔 那如果你發現你認識的對象就是這種脾氣 高高低低 陰晴不定 然後很容易生氣丟東西的人的話 請記得跟他保持安全距離 如果可以的話呢 就跟這樣子的對象不要再聯絡會比較好喔 在12月19號一直到明年1月29號 這一段金行逆行的時間當中呢 金有座的朋友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爛桃花其實也不少啦喔 那金行逆行這段時間出現爛桃花 多半都是比如說在交流軟體上偽裝成他是外國人 或者是他告訴你他在外國有多好多好的學歷 這種詐欺型的爛桃花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金有座的你千萬不要傻傻的 就相信別人有很良好很雄厚的背景喔 這都有可能是屬於這種詐欺型的爛桃花 主要就是為了想要配你的錢啦 所以金有座的朋友們在這段時間裡頭 一定要慎慎選擇你的對象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那對於金有座的朋友們來說呢 12月1號到12月15號這段時間是感情婚姻互動上還不錯 也是經營感情的黃金時間喔 那這段時間裡面金有座的你呢 記得多看一下對方的臉色喔 你說錯話呢 另外一半就會臭臉 但如果做對事情另外一半就會很開心 很好判斷啦 那記得多哄一下你的另外一半 很多事情讓另外一半做主呢 會讓你和另外一半之間的互動更加的良好 另外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也可以多安排一些約會 一起去出遊 出去走走 吃個東西 吃個美食之類的喔 多寵愛一下你的另外一半 都會讓你的另外一半更愛你 在這段時間當中呢 金有座的你呢 也可以多聽一下你的另外一半 講一些他覺得不太開心的事情 聽他倒垃圾 把他心裡的壓力給宣洩出來 你的另外一半會覺得你很貼心 也會因此更加的愛你喔 那這個月裡頭在家庭生活上 有一件事情要特別小心注意喔 就是在12月1號到12月17號的這段時間裡面 你的另外一半呢 是在這段時間當中很容易跟長輩起重突喔 主要都是因為溝通不良 然後擦槍走火就大吵起來 在這段時間裡面要記得 盡量減少讓你的另外一半和長輩相處 也要記得和長輩之間保持一個 礼貌的社交距離 這樣你可以有效的降低 爭吵的發生率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運的部分 那對我們羊座的朋友們來說 這個月裡頭桃花運真的不算好 算是中下的一個狀態 所以在選擇對象上要特別小心謹慎喔 在12月1號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當中呢 是屬於桃花運中等好桃花比較容易出現的好時間喔 那這段時間裡面呢你認識好對象的機會有可能是透過工作去認識到不同的好的對象喔 或者是呢有一些 某羊座的朋友們可能會有辦公室連勤的發生機會 但因為這段時間裡面還是會有爛桃花出現啊 對象是好壞殘板的 所以某羊座的你呢在選擇對象上一定要看清楚喔 另外在這個月裡頭要比較小心的是12月19號到明年的1月29號這一段精心逆行的時間 這段時間裡面呢某羊座的你呢在職場上被性騷擾的機會是比較高一些的 所以某羊座的你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安全喔 另外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長輩很熱心要幫你介紹對象 會幫你安排相親之類的 只是這些長輩帶來的對象大概你都不會滿意啦 我是覺得你就婉拒掉會比較好一點不要浪費時間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那對於某羊座的朋友們來說這個12月裡面喔 前半個月跟後半個月呢感情的溫度差是還蠻高的 前半個月其實還蠻熱情開心的 後半個月就比較冷一點喔 那12月1號到12月13號的這段時間裡面 你和另外一半之間的互動會是比較多也還蠻愉快的 也是經營感情的黃金時間 那某羊座的你呢可以在日常生活當中展現你的熱情喔 或對你的另外一半呢有一些親密的互動 比如說抱抱啊親親之類的 都會讓你的另外一半覺得還蠻開心的 因為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和另外一半在床上運動的品質是相當良好的 性生活是不是很美滿的 當然如果你和另外一半多做一點啊 或者是多一起研究一些新的情趣的話 就會讓你們之間的感情呢維持在一個很火熱的狀態下喔 那如同我們一開始說到過的 這個後半個月感情溫度就慢慢的降低下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某羊座你在後半個月呢 其實工作上面壓力是比較多 而且你會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面 忽略感情婚姻這一塊的機率是還蠻高的 那我當然是建議某羊座的朋友們啦 你在後半個月還是要每個禮拜留一兩天 還有你的另外一半喔 約個會吃吃飯到處走走之類的 一方面是維繫感情 另外一方面是可以幫助你的舒緩你在工作上的壓力 讓你的身心呢可以更加的放鬆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韻的部分 那對於水瓶座的朋友們來說 這個月裡頭爛桃花大概佔滿了整個月喔 好多一項是不太容易出現的一個月份啦 就在這個月裡頭呢安全一點就是關在家裡 不要認識什麼新朋友會比較好喔 那這個月裡頭如果你是愛玩的水瓶座 應該玩得滿開心的啦 因為曖昧多一頁請多 但是真愛真的不太容易出現 特別是呢從12月19號一直到明年的1月29號這段時間 因為精心逆行的影響呢 你很容易遇到的都是那種只想跟你曖昧 或者是只想跟你上床 或者是他就很坦白的告訴你 他已經死會 已經有另外一半 但是他很喜歡你想要跟你交往之類的這種情況 那水瓶座的你呢 就很容易在這個月裡頭不小心成為別人的第三者 或者是呢 你就是愛上不該愛的人喔 或是你在這個月裡頭就是不斷的跟很多人曖昧 但是感情好像也都沒有辦法有什麼好的一個發展 所以呢水瓶座的你如果不想要在這個月裡頭 變成別人感情中的第三者 或是不想變成別人的泡友的話 我會覺得你在這個月裡頭就是 不要認識什麼新對象會比較好 另外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歡去夜店玩的水瓶座 你要特別小心喔 這個月裡頭呢 你被下藥減吃的機會是有一點高的 所以我會建議水瓶座你在這個月裡頭就安分守己一點 在精心逆行結束之前 就盡量不要跑夜店不要出去外面玩會比較安全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就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那對水瓶座的朋友們來說這個月裡頭感情和婚姻互動好不好 其實是在於你的一年之間喔 基本上在這一整個月一直到明年的1月29號的這段期間當中 水瓶座的你呢都會遇到很大的考驗 因為呢在你的生活當中會有非常多超級多的這些外來勾引和誘惑喔 有的人是想跟你上床啦 有的人是想要介入你的感情 等等之類的 反正這些對象就是對你很有興趣啦 那不斷的勾引你 水瓶座的你如果定力不足的話呢 很容易就會劈腿投資之類的 所以呢我當然是建議水瓶座的朋友們在這個月裡頭呢 就是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另外一半身上喔 對於這些外來的勾引和誘惑呢 請勿必一定要拒絕掉 才不會造成目前感情或婚姻的危機喔 另外呢是水瓶座的朋友們 如果你正在劈腿或投赤的狀態下的話 從12月19號一直到1月29號這段進行歷行的時間 你要特別小心一點喔 你被你的另外一半抓包的機會是非常高的喔 你的偷吃劈腿這些事情呢 很容易會被另外一半知道 那當然呢後續呢對你的婚姻還有感情呢 就會有相當不好的影響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韻的部分 那對於初女座的朋友們來說 12月1號到12月18號這段時間呢 是好桃花很容易出現的時間喔 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容易認識真愛等級的好對象 如果看到喜歡的類型呢 你也可以主動出擊喔 成功有發展的機率是還蠻高的 那這段時間裡面 初女座的朋友們是比較容易被追求 或者是呢容易被告白的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對象的話 就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吧 另外一段桃花韻也很棒 很容易出現好對象的時間是 12月27號到12月31號的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裡面呢 有機會認識真愛等級的好桃花喔 那也有機會呢去發展異國戀情 那初女座的你如果喜歡外國菜的話 這段時間可以好好把握良機多努力喔 如果初女座的你呢 是正在追求某個特定對象的話 我會建議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溫婉含蓄一點喔 追求別人的時候 不要太過誇張 不要用一些好像 你感覺很浪漫的一些手段去追求對方 保持比較溫和柔軟 關懷的一個態度 是比較容易讓對方喜歡你的 如果你很緊迫盯人啊 或是有很多太誇張的舉動 是會把對方給嚇跑的喔 那這個月裡頭 初女座的朋友們要特別注意的是 12月7號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的爛桃花也是會出現的喔 那這段時間裡面出現的爛桃花類型 又片色的這種類型會用很多方法想要從你身上花錢 而且對你的肉體其實也是還蠻喜歡的 但是就是沒有想要跟你發展什麼長期的感情啦喔 所以對於初女座的你來說呢 如果不小心倒進爛桃花現金裡面的話 就很容易會發生人才兩失的情況 那我當然是建議初女座你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就是嚴選對象啦喔 不要太快呢就暈船喔 另外呢是在這段精心逆行的時間當中 有些初女座的朋友們呢 是容易遇到悲心騷擾的情況 一定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安全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那對於初女座的朋友們來說 在這個月裡頭12月1號到12月18號 以及12月27號到12月31號的這兩段時間呢 你和另外一半之間的感情互動是還蠻甜蜜開心的喔 也是經營感情很好的皇庭時間 記得多把握 那這兩段時間裡面初女座的你記得 可以多安排一些約會啊 和另外一半呢多一點聊天談心 多了解一下你的另外一半喔 讓他多講一些他的想法 而且呢在生活當中記得多一點親密舉動 多和你的另外一半有一些情情抱抱之類的 這種熱情的互動 都會讓你的另外一半充分地感受到你對他的愛喔 那你的另外一半也會覺得呢 你是很重視他的 會因此更愛你 那這個月裡面呢 從12月19號一直到明年的1月29號的 這段精心逆行的時間呢 初女座的你其實都會遇到蠻多的 這個外來勾引和誘惑 那我當然是建議初女座的朋友們 在這段時間裡面一定要拒絕掉這些誘惑喔 才不會造成你目前的感情婚姻問題喔 那這個月裡面呢在家庭方面有一件事情要特別注意喔 在12月7號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和長輩之間吵架的機率是比較高一點的 主要是你的長輩自己搞錯狀況啦 但是長輩愛面子啊又不太喜歡自己認錯 就會一直不斷堅持他是對的 就和你的另外一半不斷的吵下去 需要初女座的你呢去居中協調喔 才能夠把這個戰火呢給暫時迷平一下啦喔 所以我會建議初女座的你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儘量就是不要讓你的另外一半和長輩有太多的接觸 就能夠降低爭吵的發生率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雲的部分 對於天秤座的朋友們來說 這個月裡頭桃花雲其實還蠻不錯的喔 在11號到12月7號 以及12月14號到12月31號的這兩段時間 都還蠻容易遇到好桃花好對象的喔 那這兩段時間裡面出現的好對象 多半都是和天秤座的你很有話聊 而且跟你的興趣是相當詳緊的喔 那天秤座的你在這兩段時間當中 如果發現喜歡的對象 記得要大膽一點主動追求喔 很容易會有良好的感情發展 如果天秤座你是正在追求某個特定對象的話 記得不要太害羞喔 要主動和對方找一些話題多聊聊 會讓你喜歡的這個人 對你留下非常良好的印象 也會更喜歡你喔 那這個月裡頭天秤座的朋友們要比較小心的是 12月1號到12月17號的這段時間 那這段時間裡面呢 爛桃花也是會出現在你身邊的喔 那主要的類型呢 都是想從你身上騙錢的類型比較多一些 天秤座的朋友們要記得喔 如果你認識某個新對象之後呢 這個對象就不斷的希望你送東西給他 或者是叫你直接給他錢的話 這種對象都有可能是我們講到的爛桃花喔 還是跟這種對象保持安全距離會比較好一點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 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但這個月對天秤座的朋友們來說 你和另外一半之間感情互動是還蠻好的一個月 可是和長輩啊還有和小孩之間的互動就真的不太好喔 在12月1號到12月7號以及12月14號一直到12月27號的這兩段時間當中 天秤座的你和另外一半之間溝通是相當良好的 那多安排一些約會啊一起吃吃飯聊聊天 了解一下彼此的想法 會更增加你和另外一半之間的感情喔 那這段時間呢也蠻適合道歉或者是誤會的 如果天秤座你做了什麼對不起對方的事情的話 在這段時間記得趕快道歉喔 另外就是在12月27號一直到12月31號的這段時間當中 天秤座的你呢和另外一半之間在性生活方面是相當美滿的 床上運動的品質是很棒的喔 那這段時間裡面可以多做一點 多和另外一半一起研究一些新的情趣 都會讓你們之間的感情變得更好 那如同我們一開始說到過的這個月的問題 多半都是發生在和長輩還和小孩的身上喔 在12月1號到12月17號的這段時間呢 你和子女和你的小朋友溝通是比較不好的喔 小朋友很喜歡頂嘴 讓你呢會有氣噗噗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會建議天秤座的朋友們在這段時間當中 教養小朋友的這件事情呢 就麻煩你的另外一半來做啦喔 天秤座的你呢只要好好照顧你的另外一半 讓你的另外一半呢多一點時間呢 去照顧小朋友 這樣子呢你的家庭呢就會更加的和樂喔 那在12月19號一直到明年的1月29號的這段時間 因為精心逆行的影響呢 天秤座的你和長輩之間非常容易因為 金錢相關的事情會有大吵的情況 談到錢呢不只是想感情喔 甚至是會有撕破臉的情況 所以我會建議天秤座的朋友們在這段經心逆行的時間當中 盡量不要和長輩聊到跟金錢相關的事 就比較不會發生整場的情況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運的部分 那對於天秤座的朋友們來說在這個月裡頭 其實你的桃花運是相當良好的 但是我會建議你喔 在這個月裡頭遇到喜歡的人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保持一個冷酷的姿態 少說一點話就會少出一點錯喔 那這個月裡頭呢 從12月1號到12月31號 就是這一整個月的時間裡面 其實好桃花都會出現在你身邊的喔 那加上呢 天秤座的你其實是非常有美麗的 很容易吸引到會喜歡你的人 那被追求的機率是有點高的 如果你遇到喜歡的對象是你的菜的話呢 就直接一點喔 成功發展的機率是還蠻高的 另外呢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好友閨蜜呢 如果要幫你介紹對象的話 在這個月裡頭幫你帶來的對象都還蠻不錯的喔 天秤座的你去吃飯啊 去聚聚的話呢 天秤座的你一定不要拒絕喔 因為在這種場合上呢 你是很容易遇到很棒的好對象的喔 那這個月裡頭呢 有兩件事情要比較注意一點喔 第一件事情是在12月7號到12月18號這段時間 爛桃花圈在你身邊的機率是相對比較高一點的 那這種對象呢 其實還蠻好認的 就是 他就是想要從你身上騙錢啦 所以可能認識你之後就會叫你不斷買東西給他 或是叫你把錢給他之類的 那這種對象 如果你發現你認識的對象是這種類型的話 就跟他保持一個安全距離會比較好喔 以免會有人才兩失的情況發生 另外是從12月19號一直到明年的1月29號這段時間 因為精心逆行的影響 有時候天秤座的你在面對喜歡的人的時候 會因為太緊張會有表錯情的情況 說錯話的情況會比較多一點喔 可能反而會呢 傷害到對方的心 或者是呢 原本你想要好好的經營跟對方的關係 結果可能因為這種情況的發生呢 反倒造成你和你喜歡的人之間喔 會有一些誤會 所以會建議你在這個月裡頭 面對你喜歡的對象的時候 說話之前要想清楚喔 另外就是呢 如果你發現你說錯話的話 一定要盡快道歉 那這個月裡頭其實保持一點冷酷的姿態 其實會讓你更加吸引人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在這個月裡面呢天蠍座的朋友們和另外一半之間的感情互動是相當良好的喔 也是可以好好經營感情和婚姻的一個月 但是你和長輩之間的溝通在前半個月比較差一點喔 要特別小心注意 在這個月裡面呢 12月1號到12月18號以及12月27號到12月31號的這兩段時間 你和另外一半之間的感情互動都是相當良好的 也是經營感情的黃金時間喔 那天蠍座的你記得在這兩段時間裡面講話要浪漫一點 多說一些情話 不要太冷酷喔 記得呢多跟另外一半說你有多愛他啊 多一些親密動作喔 多了解一下另外一半的想法喔 像是另外一半如果臉色怪怪的啊 或者是眉頭身索的話 一定要問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喔 這樣子做呢 會讓你的另外一半深深感受到你對他的重視還有愛喔 那當然你們之間的感情婚姻關係就會變得越來越甜蜜喔 那這個月要比較小心的是11月1號到12月17號的這段時間 天蠍座的你和長輩之間是溝通比較差一點的 很容易發生整場 這樣天蠍座的你個性也很硬啦 長輩呢完全不會想要退讓喔 所以你和長輩之間很容易形成一種呢 誰都不退的一種緊張關係 那這種關係久了 當然對於你和長輩之間的感情就會有不太好的影響 記得退一步海闊天空啦喔 讓一下長輩讓長輩呢可以消消氣 這樣子會比較好一點 不要太過強硬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運的部分 這個月裡頭只好桃花不少啦 但是因為驚心逆行的影響 那魔羊座也會有招來爛桃花的體質 所以在這個月裡頭可以說是好壞桃花參半的一個月份 要好好挑選對象喔 那這個月裡頭呢好桃花容易出現在12月1號到12月18號 以及12月27號到12月31號的這兩段時間 這兩段時間裡面呢 如果你在網路社群啊 或是你使用交友軟體 或是你去跑一些夜店跑趴的話 都還蠻容易認識好對象好桃花的喔 那如果你遇到讓你心動的對象遇到你的菜的話 記得主動初級 很容易會有好的感情發展 那如果摩羯座你是正在追求某個特定對象的話 記得要善用社群軟體喔 不管你是使用IG啊 臉書啊 抖音啊 或者是推特之類的喔 反正在上面就是盡量展示你的優點啦喔 那這樣子做呢 會讓你呢 在你喜歡的這個人心中呢 留下更多良好的印象 感情也更容易有發展喔 那在12月19號一直到 1月29號這一段 定心逆行的時間當中呢 是爛桃花很容易出現在你身邊的時間 一部分是因為定心逆行的影響啦 你有吸引爛桃花的一個體質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這段時間裡面選錯人的機率真的很高喔 所以我會建議某一座的人啦 在這段時間裡面 如果你同時有很多對象可以選的話 不要太快下決定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如果你遇到 一直會跟你講甜言蜜語的這種對象 不要太快暈船喔 太快暈船的話 會讓你很容易選錯對象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不然這個月呢在經營感情和婚姻關係上對摩羯座的人來說是考驗比較多一點的月份喔 尤其是後半個月呢因為定心逆行的影響喔 會帶來比較多負面的狀況 那摩羯座的人你要特別小心注意喔 在這個月的前半個月就是12月1號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 摩羯座的人其實和另外一半相處上是會給另外一半比較重的一些壓力喔 摩羯座的人你在經營感情婚姻上相對是比較強勢一點的 而且呢你的占有欲是相當強烈 很容易吃醋喔 比如說你的另外一半可能跟 其他的異星 或同行 不管 反正跟別人就是比較親密一點 講一些比較多的話又不想讓你知道的時候你就會很生氣或者是很不開心 會懷疑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投資劈腿之類的喔 比較嚴重的話啦 所以摩羯座的人在這段時間裡面會讓你的另外一半覺得你有點太黏 或者是你有點吃醋吃過頭喔 那這種情況下會帶給另外一半比較大的一些壓力 雖然你的另外一半知道你很愛他啦 不過這種壓力其實也讓你的另外一半有點喘不過氣來喔 所以我會建議摩羯座的人在12月1號到12月18號這段時間 真的不要太容易吃醋啦喔 因為這種能量呢 其實你是可以把它轉變成在床上運動這一塊喔 因為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和另外一半在床上的性生活品質是相當良好的 而且摩羯座的人你性能力很棒喔 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摩羯座的人你盡量就是跟另外一半在床上多做一點啊 多研究一些新的情緒之類的 都會讓你們之間的感情處在一個很火熱的狀態啦喔 簡單來說呢就是在這段時間上床多一點 吃醋少一點喔 那這個月裡面要比較小心的是12月19號一直到明年1月29號的這段時間喔 這段時間 金星逆行的影響會讓摩羯座的人你有吸引爛桃花的體質 也就是你很容易吸引到很多外來的勾引和誘惑 而且都還蠻強烈的 有時候摩羯座的人你會把持不住 可能就偷刺劈腿 這是機率有一點高的喔 所以會建議摩羯座你在這段進行逆行的期間當中 一定要好好把持住 面對這些外來的勾引和誘惑的時候 一定要強力拒絕喔 才不會對你目前的感情或婚姻帶來負面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雲的部分 那對於雙魚座的朋友們來說 這個月裡頭呢你的人緣是還蠻好的喔 但是還是要小心進行逆行帶來的負面影響 這個月裡頭呢 好桃花容易出現的時間是12月1號到12月18號 還有12月27號到12月31號的這兩段時間 這兩段時間裡面呢 雙魚座的你人緣很好 桃花也還蠻多的喔 那對象基本上是好壞殘板啦 特別是雙魚座的你呢 如果是去跑趴、去夜店玩啊 或者是使用在我軟體參加網路社群之類的 都還蠻容易認識很多新朋友的 值得其中啦 好壞殘板啦喔 好好的選擇要小心一點喔 不要太快愛上某個對象 另外是在驚心逆行 也就是12月19號 一直到明年1月29號的這段時間當中呢 創意座的你身邊是會出現一些爛桃花的喔 那這種爛桃花都不然是很會曖昧 很會搞曖昧 很喜歡去言語撩搏你啊 或者是會讓你呢 覺得他好像很喜歡我之類的喔 但是呢 他的曖昧不是只有對你啦 可能是同時對很多人喔 多方發展、多方投資 這種比較花心的對象 那雙魚座的你呢 要小心一點喔 不要太快掉進天然蜜玉的陷阱當中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在這整個月裡面呢 前半個月呢 感情互動算是相對比較冷淡一點的 後半個月呢 又有比較多的外來的勾引和誘惑喔 雙魚座的你在這個月裡頭要記得 把你的心思、把你的注意力都放在另外一半身上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啦 在12月1號到12月18號 這個前半個月的時間裡面喔 雙魚座的你其實對於感情上付出的時間相對比較少 你比較喜歡對外發展 比如說去交朋友 比如說跑趴 比如說跟朋友一起吃吃喝喝之類的喔 認識新朋友的機率是比較高一點的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 你是比較容易忽略 比較容易冷落你的另外一半 就算你帶著你的另外一半一起去參加這些聚會 可能你都會把另外一半晾在一邊啦 那也會讓你的另外一半覺得有一點不滿 或是覺得你都忽視他 把他放置在一邊喔 這當然就會對感情上有一些比較負面的影響 那我會建議雙魚座的朋友們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要留一些時間是專門屬於你的另外一半的喔 一起出門走走啊 吃吃飯看電影約會之類的喔 和另外一半之間呢 保留一些兩個人的甜蜜相處時間 這對你們之間的感情婚姻熱度維持會有比較多的幫助喔 那從12月19號一直到明年1月29號這一段 精心逆行的時間當中呢 雙魚座的也是比較容易遇到很多外來的勾引和誘惑的喔 那這些外來的勾引和誘惑其實是相對還蠻強烈的喔 會讓雙魚座的你有時候會有意亂起迷的感覺啦 那有時候雙魚座的朋友們的智力是相對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要控制一下自己喔 把你的心思跟注意力放在另外一半身上 如果有外來的勾引和誘惑出現的時候一定要強力拒絕 才不會影響到目前的感情和婚姻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韻的部分 雙子座的朋友們在這個12月裡面 桃花韻是算蠻好的喔 那爛桃花比較容易出現在月中間那一段時間啦 那段時間小心一點就好了 在這個月裡從呢 好桃花最容易出現的時間是12月1號到12月7號 還有12月14號一直到12月27號的這段時間喔 那這兩段時間裡面呢 雙子座的你呢 很容易遇到真愛等級的好對象 一定要好好把握 那這兩段時間裡面有一些雙子座的朋友們 也有談一國連情的機會 如果喜歡吃外國菜的話 在這段時間呢 要記得把握良機喔 另外就是雙子座呢 如果是正在追求某個特定對象的話 在這兩段時間裡面呢 記得要展現出你相當成熟穩重有想法的一面喔 不要太幼稚 這樣子呢 會讓你喜歡的對象 你追求的這個對象呢 會更喜歡你喔 那這月裡頭爛桃花比較容易出現的時間是12月7號 一直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 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容易認識的爛桃花類型 多半都是情緒比較容易失控 個性比較強硬比較強勢的這種對象喔 簡單來說就是還蠻難搞 而且很容易發脾氣的人啦 那如果你發現認識的對象 是這種情緒容易失控的人的話 還是跟他保持一個安全距離會比較好喔 這項我們看到的是愛情 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對於雙子座的朋友們來說 這個月裡面呢 你的愛是比較沉重一點的 所以有時候會讓你的另外一半 覺得壓力有一點大啦 在這個月裡面喔 12月1號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裡面 雙子座的你 其實和另外一半的性生活品質是還蠻高的喔 那這段時間也是經營感情很重要的時間 你只要多花一點時間 和另外一半在床上躲躲一點 多一點研究一些新的情趣 生活當中多一點親親抱抱 展現你的熱情喔 會讓你的另外一半感覺到 欸 你怎麼好像回到我們熱戀的時候 那種每天都想要跟我在一起 念在一起的感覺 那會讓你的另外一半覺得你很愛他 心情也會很好 那這個月裡頭要比較小心的是 12月19號一直到明年1月29號的這段時間喔 這段時間裡面呢 因為經行逆行的影響 加上其他比如說像火星之類的影響喔 會讓你的感情生活當中有比較多一點的起伏 最主要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喔 雙子座的你呢 占有欲相當的強 很愛吃醋 對另外一半可以說是管得死死的 而且一點點的小小的蛛絲馬跡就會讓你懷疑半天喔 甚至於會去質問你的另外一半是不是投瓷劈腿之類的 那這種沒有安全感的情況是會帶給你的另外一半壓力很大的 那加上這段時間裡面因為星象的影響 你的另外一半呢是處在一個還蠻容易爆炸跟生氣的情況 如果你質問他太多 講話的態度又太罪賤 比較毒舌一點的話 會讓你的另外一半覺得他是一種無辜被懷疑的狀態 然後他就會爆炸 他就會生氣 他就會跟你打吵架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很容易因為你的愛太神了 或者是你想太多了喔 太過敏感 會讓你的另外一半呢 因此的大抓狂 反而會造成感情之間的失和 所以我會建議雙子座的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不要想太多 你的另外一半其實因為星象的影響 它是一個直來直往的狀態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如果你問他有沒有跟誰怎麼樣 他跟你說沒有 那就是沒有 你要相信對方喔 在這段時間裡面 互相信任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因為你的另外一半是處在一個很容易激動的狀態下啦 所以我也建議你不要講一些太過刺耳 太過毒的話去刺激你的另外一半 你會讓你的另外一半整個人大抓狂起來 對於感情是不會有什麼正面的幫助的 反而在這段時間裡面 你溫柔一點 把你的占猶豫啊 把你對另外一半的愛啊 化成關心關懷 會讓你的另外一半覺得你真的很貼心 會因此更愛你喔 另外是在家庭方面 12月7號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 你的另外一半和長輩發生爭吵的機率是還蠻高的 那在中間往往是因為有一些誤會所造成的喔 那這種誤會呢是會讓你的另外一半和長輩之間呢 12月1號到12月7號還有12月14號一直到12月31號 你的身邊都容易出現好對象好桃花 記得多把握 那這兩關時間裡面呢 你容易認識的對象大家都去真愛等級這種超級好的對象 個性上呢有的是成熟穩重的有的是非常的熱情活潑的喔 其實會讓視作的你有蠻多的好選擇 記得慢慢選不要太急喔 另外就是視作的你如果是正在追求某個特定對象的話 在這個月裡頭你跟你喜歡的這個對象 你追求的這個對象之間感情其實會還蠻容易會有順利往前的發展喔 多努力一點呢 單身的視作可以說是脫單只之可待喔 在這個月裡面呢12月1號到12月18號這段時間 你的身邊還是會出現不良對象出現爛桃花的喔 那這段時間出現爛桃花多半都是個性比較花心一點 而且呢想從你身上騙財又騙色的類型 就是想從你身上挖錢又喜歡你的肉體 但是不想跟你談戀愛的這種對象 所以視作的你在這段時間當中 遇到那種跟你在一起之後就不斷叫你送禮物給他 或者是很快把你推上床 但是平常你要聯絡有聯絡不到他的這種人的時候 記得跟他保持一個安全距離喔 避免到最後人才良失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在這個月裡面呢 其實感情相處上面視作的你是投注非常多的愛的喔 那有時候其實投注太多會讓另外一半有壓力啦 視作的朋友們要控制一下自己 另外就是在這個月裡頭 你的另外一半很長輩之間互動相處真的不太好啦 視作的你會覺得自己有點像夾生餅乾一樣喔 在中間有點離外不是人的感覺 在12月1號到12月7號 還有12月14號到12月31號的這兩段時間當中 視作的你其實是相當愛另外一半的 你的另外一半也會感受到你對他的愛是蠻多的喔 那視作的你在這段時間裡面可以在生活當中多一點親密動作 把你對另外一半的愛化為行動 不管是床上多一點性生活啊 或者是在生活當中常常牽手啊 擁抱對方啊或是接吻之類的 這都會讓你的另外一半深刻感受到你的愛喔 那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在12月7號到12月18號這段時間裡面 視作的你是處在一個佔有欲很強很愛吃醋 把另外一半管得死死的狀態下 讓另外一半覺得壓力真的超級大的 也就是說視作的你呢 在這個月裡頭是相當愛你的另外一半的喔 只是在表達方面呢 如果你輕鬆一點的話 會讓另外一半覺得很開心很愉快 但如果你是用比較沉重一點的方式 比較吃醋啊管太多的方式的話 反而會引起另外一半的不滿喔 那這對感情就會有一個比較負面的傷害啦 所以呢我當然是建議是作的你呢 在日常生活裡面面對另外一半的時候 多一點溫柔關懷喔 吃醋真的不要吃太熊啦 最後呢是在家庭方面喔 12月1號到11月17號的這段時間 你的另外一半很容易跟長輩之間 產生重大的摩擦 會有大家吵架的情況發生 那由於你的另外一半和長輩 都是處在一個很硬的狀態 誰都不讓誰喔 讓獅子做的你覺得腳在中間很痛苦 所以我會建議獅子做的你呢 在12月1號到12月17號的這段時間 盡量減少你的另外一半和長輩接觸 有什麼事情呢 由獅子做的你去講喔 千萬不要偷懶 你來處理呢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讓另外一半和長輩 直接去談一些事情的話 很容易呢擦出一些激烈的火花和碰撞 後續很難收拾他喔 少讓他們見面保持一個禮貌的安全距離 能夠有效的降低爭吵的發生機率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桃花雲的部分 對獅子做的朋友們來說 這個月裡頭呢 前半個月桃花雲還不錯喔 後半個月喔 爛桃花很多喔 你要自己小心一點 在12月1號到12月18號這段時間呢 獅子做的你有機會認識珍愛等級的好對象喔 那一些獅子做的朋友們 也有機會認識異國好桃花 那如果獅子做的你呢 喜歡吃外國菜的話 這段時間一定要多多把握 另外就是獅子做的你呢 如果是正在追求某個特定對象的話 在這段時間裡面要記得 展現出你性感的一面喔 熱情一點 會讓對方呢 對你更加的喜歡 也按你所追求的這個對象之間呢 感情進展是會相當神速的喔 很可能會在這個月裡頭就妥當喔 那如同我們一開始說到果的後半 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因為從12月19號 一直到明年1月29號這一段 精心逆行的期間當中呢 獅子做的朋友們 遇到爛桃花的幾率是相當高的 可以說是12個星座當中的前幾年喔 那在這段時間出現的爛桃花對象 多半都是個性很花心的 很會說甜言蜜語 但實際上是想從你身上騙財又騙色的 這種類型啦 或者是它的平性不斷 相當的喜歡到處搞曖昧啊 或者是它明明就已經死毀了 明明就已經結婚了 但是又想要劈腿到你身上之類的 所以如果巨月座的你愛上這種爛桃花的話 後續會相當的辛苦喔 我會建議巨月座你在這個月裡頭 特別是後半個月了喔 認識新朋友的時候要神聖選擇喔 千萬不要太快掉進甜言蜜語的陷阱當中喔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愛情婚姻還有家庭的部分 對於巨月座的朋友們來說 這個月呢在感情還有婚姻這一塊 是你人生當中很重要的功課喔 一定要小心謹慎的去面對 特別是精心逆行開始之後 問題會比較多一點 那巨月座的你會覺得壓力比較大喔 這個月裡頭呢 在12月1號到12月18號的這段時間 其實你和另外一半之間感情互動是相當愉快開心的喔 你的另外一半對你的占有欲是還蠻強的 而且其實處在一個還蠻會辭出的狀態啊 社會建議巨月座的你在這段時間裡面 要記得多陪伴你的另外一半 還有千萬不要說謊喔 或是做一些會讓另外一半誤會的事 因為一旦你的另外一半誤會 哇那你可能就會被你的另外一半呢 一直罵個不停或者是一直唸個不停喔 另外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是比較傾向你可以主動一點 多展現一些對他的愛的 所以覺得說你在這段時間 你的日常生活當中呢 親密動作要多做一點喔 比如說有事沒事就牽著另外一半的手啊 抱著另外一半啊 主動一點直接一點喔 多一點親吻之類的 其實都可以讓你的另外一半覺得你很愛他 那當然你的另外一半呢 就比較不會覺得 欸你是不是不愛我了喔 因為你的另外一半 其實這前半個月 還蠻會亂想像東想西的啦 所以我會建議巨月座的你呢 盡量就是多陪伴你的另外一半 多把你的愛呢 用行動還有話語展現出來 會讓你的另外一半比較安心一點 那這個月裡頭要特別小心的是 12月的19號一直到 明年的1月29號這段時間喔 這段時間呢因為精心逆行的影響 你的另外一半其實是 比較寂寞一點很需要你陪伴的時間 所以在這段精心逆行的時間當中呢 你是需要花更多時間去陪伴你的另外一半的 如果你就是不太理應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沒有什麼時間陪伴你的另外一半的話 你的另外一半是會不太開心的喔 過去在感情上的一些不滿呢 也會爆發出來 那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其實是對你們之間的感情會有一個比較負面的影響 另外就是在這段時間裡面呢 你的另外一半其實會有很多 關於感情上的事情想要跟你商量 討論溝通 那如果說呢 你願意好好聽你的另外一半講這些事情的話 那所有事情都好解決 但是如果巨蟹座的你呢 就是裝死啊 不停 或是根本就不理你的另外一半的話 是會讓你的另外一半很不高興的喔 你們的感情婚姻呢 也可能因為這樣呢 產生一些裂痕喔 那有些巨蟹座的朋友們是在這段時間裡面 特別容易因為金錢相關的事情 和另外一半之間有很多不愉快的情況發生 特別是巨蟹座的你會覺得 另外一半對於管理金錢 使用金錢這一塊上面好像很有問題喔 你的意見會比較多一點啦 那這種情況下你的另外一半就會覺得不是很開心 因為一直以來可能他都是這樣花錢 你也沒什麼意見 或者是呢 他只不過多買了一點東西 你就有很多意見之類的 那當然就很容易成爭吵的點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是不太建議你和另外一半 討論太多跟錢有關係的事 另外是呢 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們呢 可能會發現你的另外一半的財務問題突然爆開來 像是他有一些隱藏的負債 原本你不知道的負債呢 現在統統被你知道了喔 那這種情況呢 那一旦發生的話 當然也會對你的感情和婚姻呢 產生一些負面的影響 但無論如何啦 在這段時間裡面 如果真的要談到跟錢跟債務有關係的事情的時候 請一定要冷靜理性的 和你的另外一半好好討論 解決這些問題和困難喔 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也要記得開小鈴鐺喔 也歡迎你把這支影片呢 分享給喜歡星座的朋友們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話呢 也歡迎你在底下留言喔 我喜歡甜蜜絲 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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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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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